當西亞圖人口上升時, 西亞圖公立學校的入學人數也相對提升。 我們歡迎每一位學生來就讀, 並有超過100所學校分佈在市內。 大部分的學校都是直屬學校, 學生的分派是根據地址而定。 每一所直屬學校都有學區範圍, 在範圍內居住的學生分派就讀居校。 當有更多學生登記在本校區就讀, 結果有些學校有太多學生居住在學區範圍內 以超過學校負擔。 當一所學校的學生人數超過他原先設計的容量時, 這些學校被視為超額。 超額的學校無法提供學生理想的學習環境, 所以必須做出改變。 當我們興建新學校時, 或增加空間來提高容量, 就會出現學校範圍更改。 當其中一所學校過造劑勇, 但另一所學校可以容納更多學生時, 我們也會做出學校範圍更改。 當我們考量更改學校範圍時, 校區都會跟從一套指定的過程。 我們所設計的更改是根據目前和將來的入學人數作出平衡。 我們會審閱並與校區領導階層共同商量一些數據, 例如新的住宅區、學生人數和計劃增長。 我們會使用這些資訊來為學校的新範圍劃出地圖草稿。 下一步,我們會讓社區人士來參與, 讓他們告訴我們對地圖草稿有什麼建議。 這樣的參與是透過開放日或社區會議和問卷調查內進行。 家庭們也可以用電郵提出看法。 我們會考量社區的意見, 連同額外或更新的數據用來修改地圖草稿。 修訂的地圖草稿連同社區人士意見的責要, 將會呈交至西亞圖校董會作為我們所建議的範圍更改。 校董會會考慮所提出的建議, 並透過投票的方式來對改變學校的範圍做決定。 當此過程完成後, 一般內說, 核准的改變學校範圍將在下一年度增效。 欲知更多相關資訊請瀏覽。 中文字幕提供